最近出現了這樣的一個 表示說是不是陸媒的報導啦 說挖泥船陣要來了 而且這麼大動作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這個 流五電航道就完全都在 金門海域的限制水域 事實上在2015年 馬英九已經同意大陸使用 那接下來就蔡英文就當選了 那大陸就表示尊重 所以一直都沒有啟用 所以這個有點類似M503 就M503大陸早就在 國際民航組織登載了 那馬英九任內他就西偏六公里 那兩個西向東的W航線 他都沒有啟用 那現在這個 有點就是 現在你發生金門漁船 撞船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給他機會 然後他就說那我們就公事公辦 因為其實先前就已經是 已經 尤其是M503 M503事實上他本來就可以啟用 因為周邊國家沒有人反對 那國際民航組織也登載了 他只是要不要啟用 因為馬英九政府表達反對嘛 所以當時先緩緩 就是偏六公里 那那個西向東的那個沒有啟用 那結果這一次你也知道嗎 他看來清德那個表述兩岸關係 用那樣的論述 他就想說那一切就公事公辦了 這個六五電航道也有點類似 就是這個在歷史上就是 廈門出來的傳統的航道 因為這個對他來講最方便 所以立將軍剛剛講說他會繞到 輕雨那一邊 這個坦白講不是只有 他的一般的那個貨輪 也包括漁船 所以廈門呢 事實上他一出來就碰到金線之水 然後他就要繞到輕雨這一邊 整個繞開台灣的 這金門的進限制水域 那你現在給他逮到一個機會 他宣布那個不存在啊 所以這個航道必然啟用 只是核實的問題 因為這個航道很久沒有用嘛 所以就需要輕淤了 那可是他一旦輕淤之後 他就可以讓很大的貨輪來通過 那當然也會包括軍艦 魚鎮船海警船那都不是問題 那接下來民營黨要怎麼面對這樣 他還沒有正式說他要用 現在只是在輕淤 而且流五電航道的輕淤 這個工程一開始宣布的時候 並沒有直接要進入 那個金門的進限制水域 一開始並沒有 可是現在大家越來越傳說 你不可能只輸旁邊的吧 那這個明明就直接面對下門 他就是有一個可以直接直航的 是啊 直接面對下門 那這個我認為 我坦白講我認為他會做啦 我的判斷跟栗將軍一樣 就是他會啟用 那啟用你到時候就有點尷尬 為什麼呢 因為你大黨二黨跟小金門 他就剛好在中間嘛 對 理論上啦 這個事實上 立將軍曾經講過啦 就是 他如果要領檢船隻 你怎麼辦 就是這個就會相當尷尬喔 因為 那個船隻可能包括 做國防部的運捕船啊 不一定是漁船喔 那怎麼辦 這個我當然不是說現在會發生 可是未來就有可能發生 因為 就是 反正他也要做當 那個航道的秩序的管理 那到時候 這個航道的秩序的管理是 在我們金門的禁限制水域內 你海巡或者是軍艦能夠不管你嗎 那那個時候就會出現 重疊執法或者強蹦的狀態 是 那這個很緊張的 這個我在補充一下 這又變仁愛礁模式 對 他運武的船 就菜船啊 這個人員休假這些船 他會讓你 讓你過 對 但是你如果說是 但是問題是說大膽跟二膽 除了這些吃飯的東西之外 你還需要油你知道 那島上面是海水氮化機 那海水氮化機 民船不會運的 那一定要用軍艦去運 甚至於如果更嚴重一點的話 我們現在彈藥要推陳 就舊的彈藥你要運下來 新的彈藥你要運上去 那這個動作一定是用軍艦來做的 那會不會說你如果軍艦過去 我想就是仁愛礁模式 他就會阻擋你這些軍艦 或者是這些運母彈藥 油料這些 他就給你為難 但是基於人道立場 我覺得他不至於會把這個菜船運 運糧食的糧末的這些 對他可能會採取仁愛礁模式 那我這邊有一個很誠懇的建議 就是解這個套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建議 我不是開玩笑 我是講真的 你乾脆大膽島 我建議就撤軍 大膽二膽撤軍 然後交給金門縣政府 那小金門呢 滅雨了 小金門沒有關係 小金門是在那邊 但是在大膽島上面 就是在最靠 就是在中間 那在大膽島上面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燈塔 叫金門縣政府去做一個燈塔 上面這個燈塔取名叫做和平燈塔 對不對 然後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其實如果就航道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這個島上面 有一個燈塔來講的話 其實對金夏地區的漁民 或者是說軍用艦航 都非常的有幫助 他是可以有實質性的一個幫助 對對對實質性都有幫助 因為那邊岸礁幹嘛 他們船 行船走都要有燈塔 其實在往南有一個島 叫東定 也是我們守軍在守 為什麼他不去東定呢 因為東定上面有一個燈塔 那對於這個廈門地區 航行來講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他知道對他有幫助 他就不會去動他 那你乾脆在大膽島 你做一個燈塔 取名為和平島 和平塔來講的話 用這個名稱 當然有這個明顯的兩岸之間 和平的一個含義 那當然這個島 老共就不會去動他了 所以說這個金門縣政府來管的話 領土還是金門縣政府的 對不對 只是說我沒有軍事上 是無害的一個 而且是有幫助的一個燈塔 有利於不管是這個金夏 兩地的一個幫助 漁民或者是航運的一個幫助 然後我覺得如果說這樣做的話 然後民運黨 執政黨 可以保住理智 也可以保住面子 立將軍大膽二膽 上面有多少國軍 最早是一個聯 那一個聯欠在二膽 就是二膽只有一個牌而已 所以說其實駐軍也不多 現在如果說這個已經沒有太大 駐軍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你也擋不住 以前駐軍在那邊是 是一個象徵的意義在這 以前是因為在那邊 是真的會把人家打沉 有過來的船 我們就真的會開槍開炮打 你現在也不敢開槍 也不敢開炮 那你放這些島在那邊的駐軍 在那邊就變成人質 所以我覺得乾脆就撤下來 然後叫警察上去 對不對 警察上去 民進黨如果能夠像你這樣想 兩岸早就和平了 但是我是很誠懇 我是很誠懇的 我是很誠懇的 是老師 對不對 那麥清德聽得進去嗎 不過事實上是一樣的 比如說金夏大橋要不要蓋 不是同一種意思 領土還是我們的 不至於說領土讓給人家 我是說連金夏大橋要不要蓋 就可以炒成那樣 對 在那個大南島蓋一個房子 讓王八千去租房子 叫他住那邊好了 是 反正他有很多那個 一想停開的想法嘛 好 亮哥你覺得 民進黨光是出現挖泥船 他就已經1450在那邊大叫 根本就還沒進來這個航道 就已經開始要 因為他就是距離境限制 水域非常近 那如果這個航道到時候 真的要開始啟用 你就是直接把大膽 二膽跟小金門 切開耶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就軍事上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這個賴清德 這個一定是在賴清德陣內發生 我敢說啦 我認為大陸 早晚會啟用 我也同意立將軍的判斷 那這個對賴清德 就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